你们有做父母的吧 有没有 就现在呀 最头疼的事情 就是对孩子的教育 我跟你说这孩子呀 你就没法弄 你知道吗 太难了 我女儿五年级了 就天天的燃着这个手机看 你受得了受不了 这玩意对眼睛不好 你还不能管 你一管他就给你挤眼 就给你爸妈爸妈 太难了 我跟你们说 那谁家孩子呀 你坐这儿玩了三个小时了 没人管吗 刚四哥 刚四哥 我家呢 我家 你这孩子玩手机 玩这么长时间 你不管哪 管不了啊 太难了 看见了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爸 爸 你就再听我手机 就五分钟五分钟 不行 说啥都不行 咱不是说好的吗 你只能玩十五分钟 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就这么着吧 我跟你说 你爷爷来咱们家这两天住啊 咱们呀 把爷爷选做那个物业监督员 爷爷在外边巡逻呢 爸爸去看一看 爸妈 哎呀 别摸了 行不行 不行 说不行就不行 我儿子在屋里睡觉呢 你爷爷俩在这超出什么玩 不是 他非要玩手机 你这能给他玩吗 哦 玩手机啊 你给他玩会儿呗 什么就给他玩会儿啊 你别管我这管孩子呢 你别跟着 站住 干啥 我给你爸 不是 爸 不行 爸爸 不行 好爸爸 哎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 证明他同意了 不行 哎 哎 二一 不是 妞妞 这事你跟我说没有用 你爸爸说的也对啊 小孩玩手机长了 对眼睛不好 学习去啊 好孩子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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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姨夫 哎呀 你知道我要手机干嘛吗 干嘛呀 我是想下载个学习软件 哦 可我爸就跟我15分钟 一到底他就把手机抢走了 哦 你你拿手机不是因为玩啊 是为了学习啊 嗯 这是好事啊 从手机里网络上学习知识 放眼全世界 哎 你爸爸干嘛不让你拿手机啊 我爸是怕浪费流量 哎 要不说我就瞧不起我这个大姐夫 啊 孩子学习他都不给他用用手机 还浪费流量 哎呦 来来来来 二姨夫的手机流量用不了 手机流量 这手机都快憋炸了 来来来来来来 拿着 下载学习软件 学习 谢谢 谢谢 哎呀 真是 哎呀 这哎 哎呀 不是你 你手里拿的啥呀 啊 你手里拿啥 拿的什么让爸爸看看 手机 这谁给你的手机呀 我的 怎么的 我的 不是师傅你过来 你看啥呀你啊 干啥呀 我不让孩子玩手机 你怎么把手机给他呢 谁说孩子要玩了 你调查你研究了吗你 孩子是要学习放眼全世界 赵刚子我不是瞧不起你啊 谁都知道你一个月就五十块钱的零花钱 很可怜 哎 但是要是我有五十块钱零花钱 我全给孩子买流量 好 好 鄙视你 行了你闭嘴吧 你别跟着捣乱了行不行 顺风我教育我自己的女儿呢 对吧你跟着掺和啥 这里没你的事你管不着 哎呦呦呦 管不着 这是你说的是吧 怎么的 建坊林队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 我他管不着 等会等会 我管孩子跟你这房子首付有什么关系 我说首付啊 你首付 这是我全款得来的 怎么的我全款得来的我不能管吗 我还告诉你顺风 我管孩子玩手机这事谁也不行 知道吗 谁都不好使 哎呀 赵刚了啊 怎么的 哎就你这口气 哎 我不是瞧不起你 全家人你那意思是谁也管不着 谁也不好使是不是 谁也不好使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就再说 这家里边谁也不好使 我好使吗 你也不好 爷爷 你好使 爸 你太好使了 我爸凶啊 爸 我管他呢 你知道吧 我不在家 你反了天了是吧 爸 我没反天 就我管他 我怎么就反天了呢 哎 哎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 给你爸爸顶嘴 赵叔 看来你老人家不好使啊 我怎么不好使啊 低点低点啊 这是我全款得来的 好使吗 好使 好使好使好使 是全款得来的吗 是 一次性付款 行 行 来来来来 站好了 干什么呀你 站 去去去 赵叔叔 站好了 哎 好使 上班去吧 我刚下班 出去溜达了 大家 爸 我都累了一天了 我想歇会 休息不行 对啊 孩子在这学习 你在这休息合适吗 不合适 给我买盒药 爸你咋的了 感冒了不行吗 没事 爸 我这昨天刚买的感冒药 感冒了 这呢 你想毒死我呀 昨天的药你敢让我吃 这不过期了吗 不是爸 你有点太不讲理了吧 不讲理了 我吃药得喝水啊 去买针水去 家里不有水吗 我只喝富红矿泉水 我跟你说赵叔 你这个档次跟我赢啊 我也只喝富红矿泉水 好好 但是我都准备好了 来赵叔 七彩的 都说你挺精明的人 关键时刻你怎么看不出事了呀 你要干嘛呀 啊赵叔 孙芬啊 我发现你真够傻的 怎么了 我爸是想把我直走 然后偷偷让牛牛玩手机 明白不 看见没 连我女儿都知道 行了 既然被你识破了 就你这智商 你还老给我挖坑 你说我就往里跳 我发现我确实有点傻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这孩子玩玩手机呀 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 哪有你们这么管孩子的 什么都不让弄 爸 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那小时候您不经常管我吗 孩子不能他要什么 咱就给什么 对 那这么说的话 我小时候我要什么 您不是也不给吗 你小时候要什么 我没给你了 你看 我小时候我要那弹弓 您就死活不给我 那弹弓能给他玩吗 打下人眼睛多危险呢 就是 还有啊 咱们家旁边当时有个小河 我想去游泳 您就不让我去游 那河里游泳多危险呢 因此怎么办呢 后来我要去游泳馆 您也不让我去呀 游泳馆要门票 我哪有钱呢 您把每月只给我两个钱零活 我说我一个月 怎么才五十块钱呢 原来哥在这 对 爸 您管我这是为我好 我管他也是为他好 您现在怎么就不让管了呢 那不行啊 隔背亲呢 你现在管了我就受不了 顺帆 你把手机给扭扭玩会儿 好嘞 不是 照说 你自个儿不是有手机吗 你给他玩呗 我手机没流量 我说这可真是亲爷儿俩哎 哎哎哎哎 别跟他捣乱 不是 给他玩会儿 捣乱什么玩 哎哎哎哎哎 你干嘛呢 哎哎哎 赵叔啊 赵叔 你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动作 我没看清 哎就这动作啊 哎呦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 赵叔啊 这个动作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我一个人完成的啊 哎呀 哎呀 我爷教训我爸呢 我爸不让我玩手机 是吗 不让我玩手机是吧 嗯 走 哎呀哎呀 先教育教育你 是你这孩子啊 看看爸啊 牛牛成绩单 老师说了最近啊 他的学习成绩大幅度下滑 是吗 哎呦 这也太低了点啊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哎呦 怎么这么点分啊 跟我小时候成绩差不多 你看看牛牛 多危险啊 都跟你二姨夫成绩差不多了 你这么发展下去 你长大了你就废了 就是 就废了 哎 不是啊 这话我听着确实是有点别扭 但是孩子 这么点成绩真的废了啊 不行啊 呀顺芬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最近啊 妞妞啊沉迷于网络 竟背着咱们玩游戏 有一次老师问他 这个变色龙喜欢吃啥呀 哦 你知道妞妞怎么回答的 怎么回答的 她喜欢吃iPad iPad 你说你这孩子 你你玩这手机游戏 你你玩了多长时间了 偷偷的 玩两个多月了吧 对 老师说了 这两个月学习小滑 你看看你 爸 就这种情况 还能让他玩手机吗 我没让他玩手机 那前程分给他手机了 啊 前程分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 说风你这样一个摊不对了你 你是不是回我们孩子吧 对呀 哎哎哎哎哎 你家人干嘛呀 冲我来了冲 妞妞你过来 你不跟二姨父说是拿手机下载学习软件吗 怎么玩上游戏了呢 哎呀我骗你的 我就是想玩会儿游戏 哎呦你这不是挖了个坑 让你二姨父跳进去 然后把你二姨父埋了吗 这不是 你一年365天 不天天给我爸挖坑吗 挖完了你就埋 你抱头来了你 你看看你看看 孩子跟你学坏了我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一个啊 你这比手机还大的问题 你怎么不诚实呢 怎么学会说瞎话的呢 妞妞爸不是告诉你了吗 一辈子要做个政治的人 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问题可严重了 媳妇啊 我看来咱们必须得上手段了 对老规矩 好的 这样跟爸爸回屋吧 干啥呀 老规矩 爸爸跟你谈谈心 还谈心呢 这次多长时间 这次时间不会太长 三个小时 哎呀 天呀 哎呀 去吧 二姨父 二姨父 二姨父你挺住 妈妈 妈妈知道了 你爸爸负责上半场 妈负责下半场 妈呀 还是我妈一个人来了 这主意好 我负责下半场 你负责下半场 弄它 哎 孩子我跟你说啊 爸爸先跟你好好 孩子终止起来 我得给我那儿子谈谈去 我儿子八个多月了